沒有 有啊 沒有沒有 不聽過問組覺得有 沒有啊 我們說沒有 沒有問組發佈了 講話不太清楚 老師要幫我們上課 對 大盤工程部門公司的負責員 哇 然後包括淡蘭古道 張之細路 還有包括山海峻 就是這些綠道的 還有之前做 你有沒有覺得 南島區域步道的調查 所以在步道規劃設計上面 就是有很豐富的經驗 而且老師還查了很多新資料 所以我今天特別來上課 好 那請教師老師 OK 好 這樣寫上來給你們高 好 謝謝明天的介紹 然後也很高興 終於可以來跟大家見面 今天的課雖然是講步道的分級分類 不過我們要從整個環境開始認識起 因為如果等一下講到步道的分級分類 以美國的系統來說 那或者是美國的系統 其他包含澳洲或是紐西蘭的 那他們對於環境的判別會很重要 而且我們這次的課後作業需要的東西 大概也需要從一些基本 一個很重要的理論 這個理論在觀光 在森林油氣上面都會用得上的這個部分 所以我會先介紹一下一些環境的東西 然後再講步道的分級分類 如果還有時間 那我就要稍微講一下 因為上次有人在講 階梯到底需不需要做的問題 然後包含整個步道整間到底有一些 我把它叫做步道整間的哲學 就是一個基本的大的觀念 如果還有時間的話 然後還有步道我們一直在討論 到底是不是水泥就是不適合 那是不是維持自然就很好的這個部分 所以步道鋪面的材料 如果還有時間的話 我把它放在最後一面 那剛剛明天有介紹過了 所以我很快地跳過去 然後大概是這幾年 我的休憩也是我的工作 大概做景觀的大概就是這些做的事情 好 那我們來談 整個基本的環境認知 大概會從地理區位開始談起 因為地理的區位決定了我們的一些多樣的 這樣的一個概念 這是我們的維度 基本上來說我們大概 中間那條白色的線是遲到 綠色中心點就是台灣 然後上面的那條是北回歸線 下面的那條是南回歸線 所以剛好整個北回歸線經過台灣的中心點 所以我們大概接在22點多到25度的這個部分 這個是大概 那遲到跟北回跟南回中間我們綁稱熱帶嘛 也就是說台灣的中間往上慢慢走 會逐漸的走向溫帶 可是南邊你可以看得到 慢慢有熱帶季風零跟熱帶雨的這個環境裡面 所以其實它本身夾雜在這個環境裡面就很特殊 就很特殊 那就是我們整個放大來看 那也因為這樣子的概念 再加上就是我們東西應該不到大概360幾公里 南北大概是100 對不起 東西是100多公里 南北是將近不到400公里 可是在這個環境裡面 它的水平落差從0到將近4000公尺 將近4000公尺 所以這裡面包含以前古大陸我們是聯合在一起的 那冰河時期退去了以後 然後整個造山運動造成了這個 那冰河時期退去以後 有很多的動物就隨著冰河北遷去了 然後我們看那個 我忘了 可是有些東西它沒辦法跑 那當然不是每次我鼓勵也有原因啦 像樹它就沒辦法跑對不對 那它沒辦法跑的時候 因此就慢慢慢慢的它找到一個 因為剛好整個海拔高層將近3、4000公尺 所以它可以在那個環境裡面存留下來 所以像台灣山這樣的東西就留在這個地方 然後不管是南谷或是雪山的全谷 那個都很明顯的是一個冰河的遺跡 那包含像山椒魚這一類的東西 它的行動真的很慢 但是那個整個冰河的北遷也不是那麼快的 就突然間今天到明天就沒有冰河了 所以隨著這個時間它慢慢慢慢的 在高海拔的地方也找到了一些棄地 所以就遺留在這個台灣 那包含我們常去武林談的那個 櫻花溝文貴的那個陸風型的這個概念 所以即使在台灣是一個這麼溫帶或是 是一個雅熱帶甚至到南谷是一個熱帶的 這麼熱的一個環境裡面特別是這幾天 但是你還是可以看得到 裡面有一些冰河遺界的東西 那包含OK等一下我們來看 那也就是這樣子它的海拔高層的變化 跟緯度的關係今天它有滿多的特色 那我們在3000公尺以上有一個叫做冷山女 那冷山女其實基本上它是屬於溫帶或是寒帶 才會出現的這樣的一個死災 可是在台灣還是可以找得到 所以而且基本上都在3000公尺以上左右的 或是3000到3000左右的這樣的一個環境裡面 然後在一個山谷 山谷比較玉壁或是比較豐沒那麼大的 這個環境裡面 你就可以看得到存在的這個這樣的一個部分 然後台灣的山一樣的 上到3000公尺以上出了冷山女以外 大概看到就是一些建築或是基本的盲場林 如果你站在台灣的吉良 這個大概就是站在台灣山脈的中間的部分 然後早上的陽光 所以有陽光的那一面是花蓮 沒有陽光的那一面是南投就很清楚的 這個是大概在光鬼光琵琶表裡面所造的 所以這個主要是要讓大家看就是 冷山林一般大家都稱為黑森林 不管是在德國還是在台灣 或者是你如果常看豹傑的節目有沒有 在介紹玉山上的不是有一個黑森林嗎? 黑森林不是有一個很漂亮的女孩子 會把登山客帶走嗎? 那為什麼要叫黑森林? 黑森林 你可以看得到最左上角那個 那個是冷山很標準的樹葉 我們叫做短 觸 很短 很厚 然後很觸 觸生 對 他確實是叫觸生 然後所以他會很密 很密的時候 因此在夏天的時候 你如果你有經驗就是在外面的芒草 或是說建築草林裡面可能是三十幾度 可是你一殺進去冷山林的時候 那個溫度大概可以作降到五度左右 因為他的整個那個陽光層透不進去 透不進去 所以他有這種特性 然後你可以看到這一線 那個是離你們這邊比較近的那個 能高月嶺西段 能高月嶺西段 你看到能高月嶺西段往上走 那個地方能高月嶺西的這個地方 快接近天時了 所以大概是兩千二、兩千三左右 但往上走你可以看到 然後接近快三千公尺左右 他就變成芒草林了 可是往下走以後 你可以看到一些五葉松和二葉松 扣氣的時候 應該是二葉松對不對 然後有一些紅塊等等 然後慢慢慢慢的 這個海拔裡面 我們就叫他 叫做涼溫增扣葉混合裡的情況 那除了我們剛剛講的 紅塊、薄薄、鐵山等等 會在這個地方出現 我很快的講一下 然後他們也就又叫做雲霧彈 所以這個是大概這個概念裡面所看到的 然後你可能在啟物的過程裡面 你可以去判斷什麼是柳山、什麼是鐵山 這個就是很典型的鐵山 有點像國畫裡面的那種山木的部分 然後很像聖誕書的在三千公尺以上 那一定就是能山 一定就是能山 然後你看到這種一定就是 不是寬木就是扁駁 那因為今天不是教植物分類群 所以我們就不要再講扁駁 應該是狗角、還是薄角、我忘了 然後檜木等等這樣的分辨 但是在這個環境裡面 大概經常可以看得到這樣的一個領象 所以一路往下走 那這個很清楚就是柳山林領象的一個概念 那在這個海拔裡面 可能看到一些像千金魚這樣的東西 阿里三千金魚 然後像下面的是小葉赤羊 然後上面你可以看到有一些洪詐畜 跟台灣昆蘭樹 在這個海拔裡面大概就有常出現這樣的東西 所以在這個海拔裡面爬山竟然可以看得到 像這樣的一個各種不同的高山杜鵌 然後包含麻醉木、山皮爬等等這樣的環境 然後在11月左右開始進入落葉期的時候 這個海拔的環境大概就是這樣 會有落葉性的 然後蝌蚪蝌的這些果實成熟出現在這裡面 海拔一路再往下走 大概就進入到了溫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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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象跟菱形大概是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然後所以如果你們往你們台中 往西頭、往南頭的方向跑 大概就是這種海拔的高層跟這種靈象的組成 然後稍微的往低海拔的方向走 然後稍微的往所謂的都會區域或是所謂的區域步道走 你就會遇到這樣子的 尤其是這幾年來整個老年人口的活動經常有 那接著就再往海邊推 再往海邊推就是一個沖積型的一個靈園 因此這裡面我們大家常看到的這種苦戀 斜冬等等三黃馬這種東西 大概就會在這整個沖積平原裡面看到 好 整個沖積平原裡面 你可以看到綠色最大那一塊 基本上就是兩條溪 看得出來嗎 對 中間那一條是沖積 下面那一條是珍積嘛 對不對 沖積在上面一點點 那個就是你們 對 那個就是你們台中沖積的那個 對對對 所以烏溪嘛 然後整個嘉南平原是珍積跟這個沖積所沖出來 所以從這張圖上可以看得很清楚 中間 東邊那一邊就是仲谷 就是仲谷了 然後東北上面一點點那就是宜蘭那邊 然後你可以看到上面還有一點點淡水很少 整個台北平原有一點點 然後新竹那邊跟苗寧那邊也有一些 頭前溪跟中昂溪所沖出來的 那南邊南部的話大概就是高雄 高平一帶 所以用這張圖可以看得到春季平原 其實分布的也很清楚 那在這個區位當然是我們常會碰到的事情 對 所以像從春天開始的山 流蘇啦 苦戀啦 然後接下來就是黃宗啦 不一定是原生子等災啦 我講一些在這個海法裡面 我們常會碰到的流童 然後慢慢的穆年等等 那當然有些植物是我們很痛悟的 那有些植物也是 痛悟是因為個人的好物的問題 有些人很討厭它掉下去髒髒的 有些人很討厭它飄棉絮等等之類的 那有些人很討厭它落葉或是落花 環境的形象大概是這個樣子 所以玩了春季平原結束以後 大概就是冰海河口形 然後在冰海河口形裡面 我們常遇到這三種的時代 最右手邊就是 左手邊 對不起 是水梨仔 然後古梨角 這兩個都是古梨角 我們來看一下差別在哪裡 這個是海茄冬 OK 滋磁根 那海茄冬是呼吸根有沒有往上串 所以你們去視草看的 大概就是這幾個東西 這幾個東西 那如果從海的整個環境往上走 在我們的恒春半島 因為那又是一個很典型的 你很特別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通常在恒春半島 你可以走在墾丁上面 你可以發覺在墾丁的公路的 往海的方向都還有一重 冰海的植物以後才是公路 公路在往上走 往山上走又有所謂的高位山古礁 的這樣一個菱形 那這個是大概很典型的在恒春半島裡面 你可以從高位山 如果從海邊開始往上走的話 它有一個珊瑚礁池群海岸 你可以跟高位珊瑚礁這樣的東西 然後各代表的池在 大概就是上面所列的這個東西 那可能我們常看到的應該是 超海桶、海芒果、毛、然後網海 高位山古礁就是白龍、毛氏等等 這些紙災 好 這樣了解嗎 這個我們隨便 就是我們大致上讓大家了解一下 這個大概就是我們台灣 從高海發到低海發出現的環境 一個出現的紙群 大概是這樣子 那動物的部分我比較不熟 所以 可是不管怎麼樣 就是環境多樣 紙群多樣 相對的動物應該也都是多樣 都是多樣 所以從觀察裡面其實是可以大概這樣子 做一個很簡單的分類 好 OK 講很快 這是我講這一段最快的 10分鐘 不到10分鐘就把它講完 好 接下來我們就開始進到今天談 步道的分級分類 等一下我們會介紹各個國家 不同的分級分類的東西 那它可能會依照 我們剛剛等一下會談到 可能是支援的屬性不同 或者是因為海法的高度啦 波度啦 或是它的困難度等等 那如果再加上人的使用跟對象目的地 它就會形成一個稍微複雜的表格 稍微複雜的表格 那這也是今天後來的這個要大家做作業的一個 可能我不知道稍微困難一點 不過講義都會給大家 所以大家可以依照講義裡面的案例 再去一樣的套會依照環境的屬性去判斷 那我們先介紹一下 如果你上臺灣森林悠遊網裡面 你可以看得到就是 過去林務局依照海拔的高層的變化 它曾經把整個的步道依海拔的高度 就這樣大致上區分 大致上區分 然後它會分為礁山 中極山 或者是高山 這些分級看看聽聽就好 不要去爭論這些東西 因為其實沒什麼意思 沒什麼意思 我們大概知道有人知道說 好 中極山大概就是1500到 你要說到3000也可以 你要說到2400也可以 因為中極山 如果你拿到了宜蘭的環境 大概在2200 甚至於1800 1600就可能有檜木出現 不會像到南部以後要到2200、2400才會有檜木 所以我就說這個東西你大概清楚 稍微的了解知道就好 那它的這樣的分類以後 它就會告訴你 我們的步道狀況是怎麼樣 然後可能它偶爾會用一些 可能是當日往返的 或者是需要兩到三天的 因為以目前來說 中極山也有可能一天的往返 甚至以嘉明湖也是一天晚晚 所以你不能說它不是高山步道 所以有時候用天數也很難去講 有時候你用長度也很難去說 所以就是大致上了解這樣的東西 因為這個就像我們在講的 步道學學完了很多東西 包含對環境的判斷 包含對步道整治的工法 可是講完以後你放到野外去的時候 慢慢慢慢的大家就會接觸到各種不同步道的時候 你就會發覺有些東西 並不是按照課堂上所講的那個樣子 可能它再加一些判斷 再加一些變化 所以這個是希望大家比較能夠活用的 比較可以活用的 那剛剛講的是靈木局 可是一般台灣的登山界也有用這個方式去分 它還是要用海拔 所以它會分成近郊、淺山 或者是長距離、長行的這個部分去談這樣的東西 所以一樣它都會有一些定義跟它的標準 這些都是比較單純的 等一下我們會講更複雜的 所以我們必須從單純的讓大家稍微知道一下 那我們不得不探討一下天龍果的它們怎麼分的 依照台北市的那個青山步道的分歧表的話 休閒、劍角、山勇 你可以看得到它又是用另外一種 說法來說步道的分析 它就不是用所謂的海拔高度 它讓人家知道說 我這個人霸咖霸咖不太能夠 那我可能不能去挑戰三右擊的 所以它這種用對象的方式來去談也可以 活著 可能有時候你告訴我是近郊是初級是中級山是高山 那中級山跟高山我大概知道 可是我到底適不適合中級山我就不是很清楚 而且有時候就我們的了解 中級山比高級比高山還更難爬 就是那個環境很複雜 迷路的機會會比在高山的迷路的機會還要多 所以有時候也很難用說 你在近 簡單講在大坑也可能丟掉 也可能迷失嘛 像我們 我剛剛講要舉一個例子 就是連蔣經國都在陽明山迷路過 有聽過這個消息嗎? 顯然你們很少看節目 沒有 這都是保健的節目告訴我 好 我不知道 有有聽說他找了一夜以後才找到他 好 所以說還是就是說任何的 沒有 簡單這樣回來講 任何的山其實都有它的危險性 因爲我們真的常常常見很高 對 就是環境上的那個複雜度 所以不能從認為 你不能說我走中級山跟走高級山 是哪一個比較好 或是哪一個比較不累 或是哪一個比較累 都各有優勢缺點 那不管 基本上他大概告訴你 如果是休閒級的 那他就會告訴你 沿線有一些路標啦 然後行山進會很容易掌握 登山口都有一些辨識性 等等這些東西 然後部分會有結 因此你在 但是一般來說民眾去爬山 不管這個東西 所以為什麼我們等一下會講到 不知道為什麼要分級分類 對管理者來說或是對使用者來說 如果我們講LNT的前面的第一個 就是上山前要做好準備 這個做好準備就是你了解整個路線的狀況 你了解你自己的體能 然後我知道這個分級 以劍角級來說可能會有分岔 然後還有匯活量等等這樣的東西 那我就清楚知道我該不該帶我媽媽去 或是帶我小孩子去等等這類型的東西 所以這個就是分好以後 假設將來能夠落實 然後山友們或是民眾們上山之前都能夠稍微的理解 你今天要去走的步道的狀況是怎麼樣 所以這個是在步道的分類分級裡面很重要 好 慢慢的我們講到更野外去了 因為前面有幾個 再來這個是泰魯格國家公園的步道分級 那他越來越使用的東西就越來越多了 包含困難度 那這裡也有使用的對象 然後他還告訴你使用的裝備啦 需要的這些設施 那這個大概都是國民眾 他後面有講到設施維護管理 那這個是否管理者 好 慢慢會講到這個部分 那在泰魯格國家公園裡面 總共分為四型 它分為景觀型、健行型 然後等一下喔 登山型跟探險型 所以有時候你如果不稍微的了解 裡面的定義的時候 你比較難去分所謂的景觀型跟健行型 這兩個差別在哪裡 所以他就會告訴你 就會告訴你是基本上是開放性的步道 然後路面平整 那顯然的景觀型跟健行型裡面 看起來健行型的步道的困難程度 或是坡度的起伏程度會比景觀型還要再嚴苛一點 還要再困難一點 所以他告訴你開始有一些氣候的變化啦 然後這一集的步道 景觀型可能是適合大眾前往 可是在健行的時候需要一些體力比較好的 就做這樣的一個概念 然後開始告訴你有一些迷途 這個是他分出來的 分出來的這個概念 不過還是一樣的就是 你不管是景觀型或是健行型的 去了之前都應該還是要了解一下 比如說文山步道 因為就我的了解地水文山步道 這幾年應該至少是健行型以上 或者是有一點點登山型 有一點點登山型 那當然有些資料他可能或許會有更新 所以每次出發之前還是得了解一下 因為以大理大同步道 我不知道明謙認為 那個上山是很累的一件事情 是很累的一件事情 但是也許他的路基或是他沿線的這些指標 或是怎麼樣他很清楚 所以他沒辦法不會像他後面所列的 可能是登山型或是探險型的這個部分 而且他的登山型是設置 界定在這個步道分級 這個是在位在3000公尺以上 比較偏遠的山區 比較偏遠的山區 然後路途遙遠 但是步道也尚稱清晰 然後他就開始告訴你 那一旦你接觸到這個部分的時候 你所需要的水、地圖、這些裝備等等 然後因為屬於國家公園就比較重要的 當然目前來說 陸山管制逐步的都已經取消了 可是還有一個入園管制 不管是國家公園 不管是林務局的一些森林保護區 或是保留區也好 那提出一些申請 那雖然有些申請 國人來說應該都還算好啦 對外國人來說 就有些申請的介面還不是很好 所以他們這幾年也在慢慢地改善 再慢慢地改善 這個是大概國家公園它的一個分類 那探險型 因為有時候我分不清楚 登山型跟探險型 它的差別在哪裡 那顯然探險型就有點像我們在談的 那個踏勘路線 踏勘路線 所以它又開始需要地圖的判斷 方位的判斷等等這些東西 甚至於是一些微寫地形 過微寫地形的一些繩索所需要的 或是說需要越過河流的這些東西 所以它告訴你除了這些以外 包含它還建議要帶通訊設備等等 也許是像GPS、衛星、電話等等這類型的東西 那感覺像深山特潛隊 像林玉局的深山特潛隊的一個概念 所以它把它規劃成是這個樣子 所以但是你可以看到它的探險型包含追路舞蹈 對追路舞蹈還好 這個然後綠水溫站它 我查的時候綠水溫站它還歸在探險型 因為在那個年代綠水溫站 曾經封起來過一陣子 曾經封起來過一陣子 不過anyway 這些都是讓你們參考 都是讓你們參考 幾年前我們幫新北市 希望它還能夠從它的整個所俠的一百多條步道裡面去做分級 那這邊的分級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分成一二三四五 為什麼知道嗎 有沒有人想要猜猜看 為什麼是分一二三四五集 而不是到底是劍行景觀登山探險 還是踴腳山踴 還是踴腳山踴 有溝通的溝通嗎 比較好奇 對 因為一開始的時候大家就開始說 我到底是劍腳 我還是踴腳 還是等等這些東西 所以開始有爭議 所以好吧 大家就說那我們用一二三四五 比較沒有那個爭議的問題 所以好 那就開始一到五集 那又出現了一個問題 到底一集比較困難還是五集比較困難 所以如果按照這樣的定義來說就是五集 第五集就是越高級的 那等一下我們看 因為美國的好像反過來 那沒有關係 因為他只要把定義寫清楚他就知道 所以以這個來說的話 大概就是OK 所有的一集就是一個 對不起 因為台中的步道我比較不清楚 所以我很難舉台中的步道 哪一個是一集或是二集 那以這邊來說的話 以新北或是台北的步道來說 你可以看到雖然在家的後面 或是廟的後面而已 步道很好走 可是馬上會遇到 步道馬上是陡坡 那是台灣區域步道的 尤其是台北盆地的那個特性 就是這個樣子 你可能離開家裡的社區 後面推出後門出去開始走 就是一個陡坡 所以你沒辦法期待他 所有的步道都是一個很平緩的 都是一個很平緩的 因此在第二集你可以發現 但是第二集你可以就是說雖然有很陡的坡度 可是他就是用一個很人工的硬體的鋪面 去把它鋪射出來的這種東西 那這種步道他就沒辦法歸類到所謂的第三集去 你可以看到他偶爾有一些硬鋪面 就是人工的設施 可是他還是有一些自然的步道維持在裡面 可是到了第四集以後 他就是一個比較自然的鋪面 然後陸基 可是到了第五集你可以看得到 他開始慢慢的 陸基也不見了 鋪面也沒有了 所以基本上來說 他大概就是用這種自然度 就是我們剛剛一開始講的 你必須認清環境的屬性的東西 來開始下步道的分級的東西 那就我的調查的了解 你如果想要用坡度去分 台灣的步道的困難度很難 就像我講的 你們的大坑123都很多步道 戒題對不對 等一下我記得一個大坑3號 都是戒題很懂嗎 戒題很懂 那幾段很懂 那差不多 那就是跟台北新北的象山 或是大建山都一樣 就是綿綿不斷的好漢坡就對了 可是那種來說在這裡才第二集而已 而且對民眾來說 也有時候很喜歡 因為第一個鞋子不會脹 雖然卡頭屋 或是需要虧一點體力 可是對他來說 鞋子走一趟山下來 鞋子可以維持很乾淨 不用回去刷鞋子 所以在那種環境屬性底下 因此最後你們的作業做起來 應該會很痛苦 因為我自己分過 在台灣步道很難分 或是分起來會很多級 沒有關係 這等一下再慢慢講 所以大概基本上 我一開始就可以初步 稍微的分成這樣子的東西 然後當然有一些通用性的 或是古道 因為有一些台車所改的 鋪了水泥 就可以推嬰兒車跟輪椅 或者是自行車道夾雜 一段自行車道以後才是步道 所以那個東西又變成 你又必須把它歸類出來 古道跟通用性的東西 所以這個是一開始 我們在分類裡面 分級這樣子做 那因為這個計畫 也是為了後續上 他們希望在步道的整件 能夠說服民眾說 因為這個樣子 所以我要維持一個自然的荒野步道 那因為它是屬於第五級 所以不用去把有高差落差的東西 把它打掉變去鋪成階梯 在第四級、第五級的概念上面 是這個樣子 因此它就會開始說 我的鋪面、我的寬度 然後在這裡面出現的設施 在第一級裡面也許需要有廁所 可是到了第三級、第四級 那第四級、第五級 基本上來說就不需要出現廁所 因為它就是一個 荒野自然的挑戰的這個概念裡面去做 那第一級當然可能在一個 很多會區域裡面 大家一開始下車停車場 就開始找這要上廁所的這個部分 然後還有所謂的路桿跟階梯 跟階梯 那你可以看得到到了第四級、第五級 它不需要有節節 因為本來就是靠腳走上去的自然的地形 不管它有多大的落差 也不會去做這樣的東西 那所以會從鋪面、寬度等等這些 然後有基本的一些要求 但是我必須說這種分級是先設建以後才畫法 就是這個步道已經成形在那邊多年了 我只是依照步道的現況 為了符合這個分級 我們必須把它拉進來、拉進來、拉進來 這樣你知道嗎? 而不是其他可能有些國家來說 不管是紐西蘭或是什麼 它制定了一個國家的標準 這個國家的標準 他們後續的步道的改善 是依照這個標準去 比如說假設它是屬於三級步道 後續的步道標準就不會把鋪面寬度 擴到1.5公尺以上 然後也不會去用比較硬的人工的設施 去做三級、四級、五級的鋪面 但是大概是這個樣子 大概是這個樣子 好 那是一開始 可是後來又開始又討論了 1.2.3.4.5真的沒有感覺 對民眾來說沒有感覺 因此後來又開始翻掉以後 又開始賦予它 對民眾來說比較可以清楚的 所以後來又有了通用 然後短程的都會、區域的使用 嬌眼、炎眼、荒眼 這六級 這六級 那聽起來還算好 因為基本上來說都有可以符合它的步道 就像第一級其實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它有很多的是沿溪邊的自行車道 木棧平台等等那種比較平緩的 或是自行車道改成的這種步道 共用的這個部分 然後或者是像鷹哥那邊 有一個台車道桿的那個步道 那那一段是鷹哥車也可以推的 所以基本上來說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我剛才有講到西子的大尖山 中和人員同事這種 這種都是屬於短程的都會級 然後在那個裡面 你就是會走到很多很多的階梯 不管是木棧階梯或是水泥階梯 在這個短程都會級裡面 那區域都會級 然後郊野、炎野、荒野 所以到時候你們再 這個講一筆DF 有了 你們回去再慢慢的閱讀這裡面的定義 因為我覺得寫得很清楚 所以我大概上課稍微交代一下 所以它偶爾會稍微的交代 一個是單日往返或是兩日往返的這個情況 可是在都會區裡面通常大概都是一日 單日往返比較少一會這樣子 那除非像這一兩年 因為淡蘭古道整個清整出來以後 那藍天隊還有出去玩協會那邊 經常有在這樣的一個活動 所以會有一個兩日或三日以上的活動 不過確實它整個環境很不錯 就是只要是在都會區周邊的都不是很好 可是淡蘭都會區以後進到平溪雙溪 實定深坑那一帶的那個自然環境裡面 你去走這些步道都還滿舒服的 都還滿舒服的 這個是從一開始的概念裡面 所以從環境然後滿足不同的需求的使用者 然後還有又希望能夠對管理制度 有一點點幫助的 所以這個是大概代表的步道 代表的步道大概是這樣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還是有差別 在環境的變化上面 第二個在路寬 第三個在路的鋪面材料 再來就是剛剛講的路徑或是路感 路感的東西其實很難講 但是基本上來說你可以看得到 從這樣的圓野跟荒野你可以看到 圓野偶爾斷斷續續有路基 有時候又沒路基 可是荒野你可以看到 基本上就是這些雜木裡所蓋起來的這個概念 所以這六章當然剛好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每一個定義的步道的環境的概況 剛剛所談到的鋪面寬度路感 然後OK這個是這個樣子 接下來下面那張圖是因為我們經常在講步道的時候 會講到坡度 會講到坡度 所以我稍微的讓大家知道一下 坡度應該是水平的距離 對不起 垂直距離除以水平距離的百分比 10度坡10% 但是這是角度不太一樣 不要誤會了 不要誤會了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45度坡是100% 這樣知道嗎 好 所以你不要 就是那個水平裡的Y 如果是21度8就是40% 全徑100 爬升4 400 對 全徑100 爬升4 40 或是全徑10公尺 爬升4公尺 10度 20度 30度 4% 10% 20% 跟30% 因為我們在常講 不是幾% 幾%的坡度 所以不要被他搞混了 所以通常我們講的1比1就是這一個 其實是45度坡 算蠻陡的 是蠻陡的 那偶爾我們會挑戰70幾度80幾度的部分 所以基本上45度已經算是一個很陡的坡 然後我們在談就是說 什麼時候應該決定放階梯或不做階梯 這只是理論上這樣子講的環境上還是要去考慮 大概超過20多一點點 甚至於25以上 你就得去思考 需不需要做階梯的這個概念 所以坡度跟角度是不一樣 但是我們常談的那件事情是坡度 這樣知道嗎 OK 先這樣子有個理解就好了 因為你們可能比較不會做到坡度分析 那有時候我們在做調查的時候需要做坡度分析 我們需要做坡度分析 好 所以這一系列剛剛所談的 那六個分級下來包含步道本體跟標示 那就是因為後續上步道需要有指標 可是步道的指標在哪一級需要設什麼樣的指標 需不需要有指標 或是需不需要有很明顯的人 所以在不同的分級裡面他就有告訴你 那一般來說荒野級裡面他就告訴你 他不需要指標 因為他就是佛 要去踏勘的人 那通常在那個環境裡面也不會很少有人進走過 就是那個環境裡面 所以也不會有人去設置 甚至於原野級裡面 大概基本上他必要的這些指標放上去而已 所有的東西還是保持一個自然 可是在短程度會及區域使用級來說 因為他有太多一般人或是會去使用他 會去使用他 所以因此你的這個需要設置的強度 因為設置還有問題就是 你到底要幾公尺或是幾百公尺設置一個指標牌 或是讓他可以辨別他走在正確的路上 這是強度的問題 那OK 區域使用級跟原野級也許需要設標示 可是區域使用級或許每一百公尺需要設一個標示 可是到了原野的部分 可能每兩百公尺或是每五百公尺 所以你去走一些 移路局的領導會比較清楚一點 有的是一百公尺會設一個 國家公園通常都是一百公尺 你到鵝鵝北那麼高山上也是一樣的 他就是在那個區域裡面 每一百公尺就會有一個標示牌 那移路局有時候是五百公尺會有一支里程莊 或者是有時候兩百公尺會有一支里程莊 不一定 不一定 這裡面出現了三個英文字 就是PASS 跟 TRAIL 跟 LUT 喔 TRAIN 還有一個 TRAIN 還有LUT 這個大概就是我們講起來都是步道三進 可是如果用英文去清楚的分別 PASS 就是很清楚的有一個鋪面的路 就是我們一般常講的步道 然後 TRAIL 跟 TRAK TRAIL 就是比較自然的山徑 但是波路起伏基本上比較不大 或者是障礙性比較不大 那 TRAK 就是代表波路起伏障礙比較有 LUT 就不用講了 就是那個樣子 都是一個很自然的狀態之下 你必須去把它走出來的這個部分 那當然我們後來下面有下了一個定義 就是最大波路不能超過哪裡 不能超過多少 可是這在台灣真的不太好適用 這在台灣不太好適用 因為你想想看 如果我們把大坑應該是歸類在 不管是短程度或是區域 它基本上應該在這個兩類 其中的一類 那你可以看到它的波度不能超過25% 我們剛剛講的嘛 1比4而已 可是可能大坑有的時候到50或40 對不對 或者是更陡回到45度 大概就是45度就是TEMP 100% 所以在台灣來說 真的要去分這個東西有一點點累 還蠻難分的 所以每次做這個工作就經常會有 不同的argue出來 不同的argue出來 但是不管怎麼樣 你就是要依照那個再去做 然後定出來以後 也許後續上在執行的時候 能夠盡可能地符合這樣的環境 所以在步道的寬度來說也是一樣 進入了郊野 進入到了岩野 進入到了荒野 基本上都是用經驗去判斷 能夠維持最小寬度就會維持最小寬度 這個是我們在後續上 在比較自然的環境裡面做鎖座步道的時候 或是在森林裡面 我們大概就是會這樣子做 頂多清整出來 陸基大概是30公分到80公分的這個概念 那平均大概都會維持一個60-70公分去做這樣的東西 好 行動步變者如果需要使用1.5公尺 是基本上法規的規定 就是讓他可以兩個人比較容易的錯身 容易的錯身 如果是單向到我記得是75還80公分至少 就是一個人推輪椅的那個快度 那2 1.5公尺就是兩個雙向的一個部分 那這個都給大家參考就好 因為包含階梯的部分也是一樣 階梯的部分也是一樣 最大的波度 然後扶手等等這些東西 因為看起來都是一個很人工的步道 看起來都是一個很人工的步道 那就像我說的 不管是六都的都會區域的區域步道 都會有這個問題 就是它已經存在在這個環境 然後如果我要去做分類 我分出來的東西如果太理論 很多步道又不屬於這一類 那被管理者來說又造成他很大的困擾 所以通常在做這件事情 他就希望我們必須符合現況的東西 所以就會分出來這些東西 然後植栽的清除度 後續上實作如果有機會接觸到比較自然 又沒有那麼陡的波度的時候 你會知道老師通常叫你把植栽 一開始的時候清多一點點 我們的清跟怪手進去清有很大的不同 就是我們的清是拿砍刀在清 基本上清完以後 根系都還留在地表上 即使我們用鋤頭去做鋤草的動作 那個5到10公分的腐植土裡面 所蠶藏的那些隱藏的種子 因為清除以後 見了光以後 有可能都還會再重新生長 因為根留在那邊 以這種環境裡面 下一場大雨再出個太陽 基本上來說你可能一兩個禮拜回去 你就會發覺野草又長回來了 可是如果是怪手的方式去走的時候 基本上怪手一過去 大概那2、30公分的土頭都翻掉 所以差別很大 那再來就是很多狀況 那麼多的野草在那個步道上面的時候 你沒辦法去判斷這個步道到底高低起步 哪裡是左邊有坑還是右邊有懸崖 所以通常如果過去的時候 我們就會像現在 我即使要維持一個6、70公分寬的步道 我都可能先請你們清除掉 步道兩邊各出去可能是50公分 或是1公尺的這個寬度 然後好讓我們去判斷步道表面的狀況 排水的情形是怎麼樣 然後我們好施設或是好整理 整理完了以後 那基本上我們動過的步道 就會很清楚的6、70公分 我們旁邊的茶草等等這些部分 可能你1、2個月去看 它就會再漲回來 所以在那一般的圍館裡面 你可以看得到通常也是這樣子在做圍館 就是有很多步道的清除 特別是在區域形跟杜惠形的這個裡面 它就會往外再清一個公尺 當然也擔心那個步道 草跟步道長得太接近的時候 裡面躲了一些不管是毒死或是怎麼樣 那很容易讓步道使用者會有受傷的這個部分 但是這個還是僅止區域形以下的 就是比較多位的 因為像我們去新加坡走 它的多位就是在旁邊的人行道也是一樣 它的人行道很除草 也適應到過去可能一定的寬度 不一定是1公尺或1.5公尺 因為很多 清加坡很多都會區的旁邊 它都是維持一個比較延野的狀態 可是它在砍草的過程裡面 還是會讓步道的旁邊讓草更乾淨一點 可是進了郊葉 延遠荒野以後 大概就不需要有這樣的東西了 好